人过六时 人生会有这四大悲苦 第二个是许多人过不去的坎佛 说人生有八苦 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求不得苦 愿增会苦 爱别离苦 五因赤圣苦 每一种苦 都会让我们备受煎熬 都是人生的灾难 也许人生太苦了 我们终生都在追寻快乐和幸福 佛说我们这个婆娑世界苦乐参伴 因为有痛苦的刺激 才会去追寻生命的解脱 才会把离苦的乐作为生命的终极目标 生老病死谁也不能避免 在生命的过程中 也许年轻时的苦不算苦 因为年轻有资本 有时间 能挣钱 能游玩 可以满世界去闯荡 人生也能够找 寻到无限快乐 当我们的生命渐渐老去 人生进入暮年 一切都已经不复年轻时的模样 人生的苦难就会接踵而至 人过六时 人生会有这四大悲苦 第二个是许多人过不去的坎 是自己生命的结束 一 老苦 当你老了 身体就会每况愈下 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艰难 人过六时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架老化的机器 每一个器官都已经不再灵光 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休息和保养 也不会有年轻时那般好用 有的器官甚至需要更换 人生的大麻烦就来了 当你老了 两眼昏花 迎风流泪 事物模糊 看不清眼前的人和事 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带给你的苦 当你老了 耳聋昏溃 别人和你说话就会变得困难 交流就有了障碍 人家说东你说西 令人哭笑不得 也让自己变得急躁不安 这就是耳朵带给你的苦 当你老了 走路蹒跚 腿脚不便 甚至哪里也去不了 走一点点路 干一点点活 就晦气喘吁吁 腰酸背痛 这个身体带给你的就是乳就是苦 人过六时 随着身体的衰老 更可怕的是大脑的退化 记忆力减退 思维混乱 时常忘记东西 甚至熟悉的人也会忘记 如果有一天你老得走不动了 连自己的家也忘了 这就是衰老的生命带给自己的悲苦啊 二 病苦 人过六时 伴随着衰老的就是疾病 人过六时以后 太多的人都会病一场 有的人挺过来 什么事也没有 就能安度晚年 有的人却要带病生存 时常不是打针 就是吃药 更可悲的是 有的人只能坐在轮椅上 或者瘫痪在病床上了 这就是疾病带给生命的苦 人过六时 人生最怕的就是生病 一旦生病 带给自己的就是无尽的痛苦 让自己的身心备受煎熬 甚至是生不如死的痛苦感受 人生一旦生病 这个身体就是自己的累赘 就是自己的苦难 很多人因为过不了疾病这一关 而成为自己过不去的坎 成为自己生命的结束 当你老了 千万不要得病 有些病就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不但苦了自己 还要让整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甚至会让一个家庭背负沉重的压力 变得一贫如洗 当你老了 一旦生病 就要麻烦别人 人生的苦恼也就来了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当你看别人的脸色生活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活着的尊严 剩下的就只有人生的悲苦了 三 孤苦 人过六时 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孤独 一个人年龄越大 交际圈就会越来越窄 已经不负年轻时的活力 也没有了交朋友的热情 当你越来越老 和你年龄相当的朋友 有的人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有一天 如果老伴也离开了你 你就会发现自己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 无依又无靠 活得孤独寂寞 当你有一天 只能在回忆中生活 就是孤苦无依 人生最怕晚景 凄凉寂寞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没有人陪你说话聊天 没有人懂得你的饥寒保暖 痛了病了自己扛 当你老了 如果只能一个人 眼睁睁地走向生命的归途 人生实在是过于残酷 当一个人老了 如果没有儿女的照顾和安慰 没有老伴的陪伴和依靠 就会孤苦无助 人一旦缺乏安全感 就会活得无精打采 也会对未来有无限的担忧 也会让人生更加悲苦 四 穷苦 人生最怕老来贫 当你老了 一贫如洗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甚至吃饭都成问题 这就是贫穷带给我们的苦 年轻时 有的是利器 没有钱了 可以去账 当你老了 没有钱 没有了强壮的身体 就是人生的难题了 有退休金的人 不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 特别是农村的老人 就要时时受到穷苦的折磨了 不但没有好的生活 还要接受别人的白眼 甚至病了痛了 都要忍受住痛苦的折磨 因为没有钱看病买药 只能忍受生命的悲苦 当你老了 人生就是这八个字 贫病交加 孤苦无一 伴随住疾病的 往往就是穷 一场大病 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甚至还要债台高筑 把本来过得富足的日子 变成了穷苦 人过六时 人生会有这四大悲苦 老苦 病苦 孤苦和穷苦 但愿你的晚年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过一生 活得平安吉祥 从退休开始 有钱没钱 都要和儿女划清界限一 人在职场 常常看到这样一句话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下班 上班的时候 心情要好 好的心情 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 下班的时候 一身疲惫 但是你要打起精神 平安回家 不要让家人担忧 在你退休那一天 其实是一次下班 再不上班 人生过往 一去不回 但是平安两个字 更为重要 本来 计划好了 退休之后 去追求师和远方 乐得逍遥 可现实却告诉我们 生活处处被儿女打扰 或者你会是客迁挂儿女 总是惶惶不安的样子 也有一些 退休老人 不愁吃 不愁穿 但是要看儿女的脸色 最可恶的是 一些啃老族 把父母的退休金管控了 还嫌弃父母收入太低 每个老人都期待 百善孝未先 可是 不孝顺的事情 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 不得不从常记忆 既然退休了 那就摆正姿态 力所能及地靠自己 从现实情况来说 有钱 墨钱 都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和儿女划清界限 二 第一 有钱能使鬼推磨 划清钱财上的界限 别贯注儿女 知乎上 网友夏天的空调 讲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他家很穷 虽然父母很努力 但是仍旧没有看到 便富的样子 上高中的时候 秋天时节 他穿着阿姨给的 博羽绒服 因为天气还比较热 加上没有换洗的衣服 他连续穿羽绒服三个星期 衣服上明显有脏脏的痕迹 无奈之下 他借宿管员的手机 打电话给父母 希望能够有一件新衣服 父母说 不是有一件羽绒服吗 接着就挂了 被父母拒绝的那一刻 他哭了 幸好室友借了一件 衣服给他换洗 隔天中午 母亲跑到学校看他 下午下课了 宿管员说 你的母亲买了新衣服 放在你的床上 看到新衣服 他再一次哭了 毕竟 父母是关心他的 只是无能为力 从那以后 他吉少向父母要钱 也深深感受到了 穷和爱到底是什么滋味 俗话说 三岁看小 七岁看大 社会一直在变好 但是穷人仍旧不少 穿旧衣服长大的人 比比皆是 作为退休的人 相对来说 家境好一些 但是穷教育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若不然 就会培养败家子 别大意 败家子都是父母培养出来的 赚钱不容易 花钱如流水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 对于成年的儿女 千万别贯注 不要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女 自己手里有多少存款 退休金里还能抠出很多余钱 平时多给儿女一些暗示 收入不多 存款很少 各自努力 金钱方面 两代人减少交集 儿女反而会变得勤劳 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三 第二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草窝 划清房产上的界限 别过早送给儿女 电视剧《北折南原》里 白敬惠等儿子长大之后 就多次拒绝给钱 并且两代人 也不住在一起 孙女带小雨在感情上受伤了 跑到奶奶白敬惠家小住 白敬惠毫不犹豫地说 住是可以的 但不能常住 找到房子 尽快搬走 理由就是 她喜欢清静 因为白敬惠心狠 两代人有了矛盾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交往 直到白敬惠的老房子 面临拆迁的时候 儿子才主动找过来 希望能够得到好处 理所当然 白敬惠拒绝了 还说 别人都是买房给父母住 当我们变老之后 经常这样想 无论如何 家里的房子 终究要给儿女 迟一点给 不如早一点给 想法没有错 但是不能这样做 因为你在变老的路上 还有很多年要过 要是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长期待在儿女家 显然是寄人篱下 浑身不自在 守好自家的房子 不管是城里的旧房子 还是农村的老屋 起码比没有要好一些 至于百年之后 房子如何处理 到时候自有分晓 说几句不应该的话 万一儿女 不管你 还可以用退休金 来请保姆 用房子 作为养老的补充 万一老伴先走一步 你遇到了黄昏恋 有自己的房子 才免了儿女的尴尬 总的细细思量一番 四 第三 人道情多 情转薄 划清情感上的界限 别把儿女 当成孩子 有人问 为食魔很多人 退休之后 会主动帮忙带孙子 最佳的回复 就是 因为老人舍不得 让儿女吃苦 要明白 带孙不是义务 只是不忍心 互帮互助 作为父母 习惯了对儿女好 因此不愿意看到 儿女活得很累 诗人纳兰幸德说过 人道情多 情转薄 而今 真个悔多情 又到断肠 回首处 泪偷灵 意思是说 一个人太多情了 到头来 是要后悔的 回到伤心的地方 就会泪流满面 老人义无反顾地 把爱给了儿女 这是对的 但是 爱 不能过分表现出来 而是放在心上 常常牵挂 尤其是不做 帮儿女处理家务 夫妻纠纷的事情 当你退休之后 家庭的格局 就发生了变化 随助儿女成年 情感会出现分化 老伴情 儿女情 父母和儿女的情 亲家之间的情 老人和儿媳 女婿的情 祖孙情 把所有的情感 进行梳理 排第一的是老半情 然后才考虑其他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句话 用在夫妻情分上 就是说 不要时时刻刻相处 要各自去赚钱 用在大家庭 就是说 既然大家情深义重 那就保持距离 不要捆绑在一团 五 当然 划清界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并不是两代人老死不向往来 整体原则就是 情感上说得清 交际上有距离 钱财上要算清楚 余生要长期规划 别以为手里有退休金 就万事无忧 在生老病死的关键时候 钱财的耗费量很大 总得自私一些 多为自己考虑 两代人之间 帮忙不添乱 相爱不越界 天降三苦 是未度你 吃过暗藏转机的苦 你就赢了 一 引言 人生路上 苦难就像是考题 若你能答对 就可以得到人生的高分 每一个人 都希望生命中多一些幸福和快乐 但不经历一些苦难和挫折 就不会理解 到底什么才是幸福和快乐 杨将先生说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倒得愈碎 磨得越细 香得愈浓烈 天降三苦 是唯度你 在前行的路上 吃过暗藏转机的苦 你就赢了 二 事业上的失败苦 磨利人的毅力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事业 能有一番成就 但是 人在一开始做任何事情 都是毫无经验的 一次性成功的人 大多是意外 多次经历失败是常态 戴维说 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灵巧的工匠 我的那些最重要的发现 是受到失败的启发而获得的 每一次失败 都能让你看清自己的短处 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前进的方向感会更加明确 失败的滋味苦涩 若能咽下去 变成自己成长 进步的动力 那么之后 成功的几率 才会更大 想比别人更强 不是天赋高 而是跪在坚持 当事业失败时 遭受沉重打击 不放弃 就意味着有许多种可能 若就此放弃 就会无法在人生路上有所突破 陆陆无为一生 事业上的苦 能磨利人的毅力 只有调整自己 重新再来 才能离成功更近 三 被人算计和欺负 强大识人能力 识人不准 错把虚伪的人 当成靠山 或者当成真心朋友 都有可能 使得你在人生路上摔倒 就像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顾家 费了好大力气 才打入了傅太太的圈子 她以为自己被他们接受 带给她的都是有效信息 给她的都是可以赚钱的资源 后来 她花了大价钱 拿下了李太太的茶场 出于信任 事先并没有做实地调研 接手之后 才发现问题重重 茶场亏损严重 且面临倒闭 这时候 她才明白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一味地想靠人脉 拉关系发财的路是走不通的 顾家吃了大亏 果断离开傅太太圈子 之后 专心投身茶场 脚踏实地工作 帮茶场扭亏为盈 一个人 在成长的道路上 会结交很多朋友 在朋友那吃过几次亏 上过一些当 都是经验和教训 让人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会明白 捷径才是最大的坑 被欺骗过 受到伤害 你就能看清自己身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之后 你也能真正做到识人而骄 学会保护自己 四 身体上的病苦 改变对生活的态度 人生路上 很多人 为了一次挫折 伤春悲秋 要死要活 不再珍惜 现下的生活 当他进一次医院 饱尝病痛的折磨 真正靠近死亡的威胁 才知道之前自己所承受的那些都不算什么 一个人 吃过身体上的病苦 才能真正懂得珍惜自己 珍惜当下的生活 得过一场大病 会懂得自己的身体底线在哪里 就会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来不及去做 往后 就会懂得善待自己 定期检查 保养身体 不再肆意挥霍健康 不会逞强 会对自己的生活重新定义 更加珍惜每一天 而且 对于身边的人和事 渐渐学会了珍惜 能好好活着 便觉得这就是上天给予自己最好的恩赐 五 接触于 人生路上 你吃过的苦 都是为了来度你的 吃过苦 你会懂得成长 吃过苦 你会懂得靠自己 吃过苦 你才会学会珍惜 如此 你的人生也能精彩绝伦 罗曼 罗兰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 还依然热爱它 有苦难 能战胜它 你就能变得强大 变得勇敢无味 如此 你便能直面各种挑战 懂得生活的真谛 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感 总会有那么一天 你会笑着把自己吃过的那些苦都讲出来 你会发现 吃苦的岁月也是很珍贵的一笔财富 人到中年最深的感悟岛屿 人到中年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人生走过半城 感慨万千 人到中年才明白 人生其实并不是来日方长 走过半生 看住身边来来往往的人 曾经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却又有机人是会一直陪在身边的呢 走过半生 看住父母一天天老去 才醒悟自己 错过了跟父母相处的多少时光 以前年轻的时候 总是喜欢出去闯 而且放假也不愿意回家 现在人到中年之后 安定下来了 也看住自己的孩子成长 才明白了作为父母的心情 岁月催人老 当我们不经意的时候 父母已经两病白发了 看住他们老去的背影 才发现岁月不是来日方长 人生最遗憾的事情 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 所以人到中年 感慨最深的就是要好好珍惜当下 珍惜身边人 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日子 尽可能地对他们好 跟他们好好相处 才没有留下遗憾 人到中年 才明白 其实存钱 是一件非常靠谱的事情 阿宝分享说 以前年轻的时候 半年就挥霍了二十万 现在人到中年想起当初的自己 真的很不会想 有一点钱就乱花 以前要是回想 也早已自己买房了 却现在人到中年了 依然跟父母住在老房子里 人到中年 才知道墨钱是多么痛苦 也才知道存钱是一件多么靠谱的事情 不随便挥霍钱 学会管理钱 当遇到急事的时候 都能够拿出一些来应急 也不至于到处找人界 人到中年 想要后半生过得好一些 也要学会未雨绸缪 学会存钱 合理规划 管好自己的钱包 毕竟养老还是靠自己 人到中年 才明白朋友不再多 而在余真 人到中年 其实最欣慰的 就是有三两个真诚的好朋友 就够了 真心的朋友 胜过万千点头之交 因为真心的朋友 才会真心为你好 也会给你雪中送炭 而那些点头之交的朋友 只会锦上添花 却在你出事的时候 躲得远远 袖手旁观 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多扩张自己的圈子 这样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出路 其实当你走过半生之后 经历很多事情 也见过了很多人 才明白朋友 其实不需要很多 所以 人到中年之后 学会清理自己的圈子 保持圈子干净 生活也会变得很清净 人到中年 才明白经营好婚姻和家庭 就是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因为人这辈子 大部分时间 还是要跟家人一起度过 当只有在你遇事的时候 才发现 家人永远是你的依靠和支柱 少年夫妻老来伴 珍惜你的爱人 因为当你老了 他就是你最好的依靠 想起一对老夫妻 他们一路走来 虽然也很喜欢拌嘴 但是丈夫从来都是让住妻子 也从来不会让矛盾放到第二天 始终会及时沟通和解决 为了逗妻子开心 会主动认错 不管什么事情 都是丈夫陪住妻子一起去面对 所以 其实那些能够相守到老的夫妻 不过是两个人用心经营的结局 人到中年 走过了半生 身边有人与你立黄昏 有人问你周可温 有人等你回家 有人惦记住你 简单的生活 却幸福最深 学会珍惜当下 毕竟下次你路过 人间已无我 人生并不是来日方长 要不负所有的遇见 珍惜才配得上拥有 自不如父 必有因 家有三种习惯 一代比一代差 一 引言 人生路上 任谁 都希望自己家里可以人才辈出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可是 很多家庭 祖上留下很好的基业 到了下一代 守不住 都白白地浪费挥霍掉 后辈不思进取 无法取得上一代人 那么大的成就 无法让家族 有更大的发展 只能一步一步走向落落 子不如父 必有因 在一个家庭中 有三种习惯 一代往往会比一代差 二 父母过度宠爱儿子 难当大任 父母对子女的爱 爱得太满 背着孩子往前走 他的羽翼 无法丰满 众树锅陀陀传中写道 虽日爱之 其时害之 虽约幽之 其时愁之 如果 一对父母在与儿子相处时 过度宠爱儿子 什么都给他最好的 不劳而获 吞噬掉的是他的自理能力 父母什么都替儿子安排好 生活看似安逸 其实就像鸟 被生生折断了翅膀 久而久之 儿子只懂得索取 不懂得付出 三观不正 内心懦弱 且自卑 被父母过度宠溺的子女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成年之后 仍然像个小孩子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需要他人辅助和帮忙 当父母给子女的爱太多了 孩子自己的选择就少了 他的世界就会变小 作为父母 不管有多爱儿子 都不要过度宠爱 否则他便会难当大任 难以靠自己的力量 去支撑起自己的生活 三 子女依赖心理重 消耗家里资源 欢乐送中取连结 是长子 被父亲看中 所以 他笃定 父亲会把家里的产业 都留给他 他没有危机感 也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奋斗 每日只是挥霍浪费着现有的资源 在公司 虽然是个总经理 可做项目 没有一个赚钱的 在外胡吃海喝 染上诸多恶习 因赌败掉大半家产 父母因为他的胡作非为 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妹妹也在家里受了诸多的委屈 培根说 子女中那种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幼子 常常会通过自身奋斗获得好的发展 而坐享其成者 却很少能成大业 作为父母 如果对子女缺少管教 在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时 给予他过高的职位 太多的资源并非一件好事 因为子女会养成依赖父母的习惯 不愿独立起来 父母若看出子女的依赖心过重 要狠心一些 让他多些历练 体会到人间疾苦之后 有更强的能力 再继承家业也不迟 四、父母恶习太多 影响儿女习惯 儿女有没有出息 离不开父母的培养 在一个家庭中 父母以身作则 才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 如果在一个家庭中 父母有许多的恶习 就会让家庭也变得乌烟瘴气 记得说 恶习的最大害处 是贬义了一个人的价值 很多父母 提起孩子玩游戏 看电视上瘾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只顾着批评孩子 却不想想自己平时的状态 是怎样的 有的父母 回到家 什么都不干 摊在沙发上 抱着手机晚上半天 晚上追剧 到深夜都欲罢不能 父母做出一个 什么样的榜样 往往孩子就会模仿 若是想让孩子 有一个好的出息 那么父母也要懂得 克制和约束自己 懂得自我成长 养成更好的习惯 恶习传染给下一代 只能让子女走下坡路 五 接触于在一个家庭中 一代人比一代人差 是可以看出来的 作为父母 对孩子宠爱过度 不利于孩子的三观与性格的养成 为人不正者 难成大器 没有给子女树立好的榜样 自身恶习难改 孩子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若不想毁掉孩子的未来 父母就要先做好自己 多给子女发展 创造的机会 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 去实现梦想 让未来更加灿烂辉煌 而喜好不好 从这三件事就能看出来 权战的那事 把你当亲妈了 一段婚姻中 最难处理的关系之一 就是婆媳关系 但是在女性不断进步的今天 两者之间更多的是 同一身份地位的惺惺相惜 有些时候 婆婆也分不清儿媳 对自己的好 究竟是出自礼貌 还是源于内心 从下面这三件事能看出来 儿媳是把你当亲妈一样对待了 一 愿意和你聊心事 在电视剧《下家三千斤》中 虽然男主和女主的爱情故事 非常感人 但是男主的母亲 更喜欢女儿 或许有观众觉得 这就是一个恶毒女儿的故事 但站在男主母亲的角度看 和女儿更亲近的原因是 女儿把她当作自己人 女主和男主家事差距大 和自己的婆婆关系也不算太好 但是女儿和婆婆的关系就很好 她在喜欢男主时 常常常和婆婆一起聊天 婆婆知道 她的许多心事 慢慢地也敞开自己的心扉 把女儿当作了自己的半个女儿 儿媳好不好 会不会和你聊心事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一个儿媳 能够真心实意地和你分享 她的内心世界 那说明她把你当作亲妈一样的存在 她愿意倾诉自己的忧愁 烦恼 喜悦和困惑 说明她对你有着无比的信任和依赖 二 遇到问题找你商量 郭碧婷和向左结婚后 曾经一起参加过一档恋爱综艺 也正是这档综艺暴露出了两人恋爱中的许多问题 网友们都不看好他们的婚姻 但是到现在 大家都会调侃说 是向太来找一个儿媳 而不是向左来找一个媳妇 向太和郭碧婷的关系非常好 郭碧婷有什么问题都会找她商量 向太也会悉心指导 甚至在向左出轨后 也是向太给郭碧臣安慰 向自己的儿子施压 帮忙改变舆论风向 儿媳好不好 会不会在遇到问题时主动找你商量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如果一个儿媳在面对难题时 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那说明她把你当作一个可以依靠的依据 她愿意听取你的建议和意见 说明她对你的智慧和经验 非常尊重和认可 三出门在外关心你 在七零年代有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儿子养大 又清净家产将儿子送去大学读书 后来儿子领回一个女同学 女人也有些担心 害怕因为自己的缘故 导致女同学看不上自己的儿子 但是第一次见面后 女同学回了学校 常常和女人写信 问候她的身体 和她分享一些外面的趣事 女同学和儿子结婚后 女人对她非常好 儿子常常打去说 女同学更像是女人的亲女儿 儿媳好不好 会不会在出门 在外室关心你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如果一个儿媳 在她有机会出门旅行 或者外出办事时 还会关心你的生活起居和安全 那说明 她把你的幸福和安宁 放在心上 她愿意为你操心 付出关怀 说明 她把你当作自己的家人 一样看待 一个好的儿媳 愿意和你分享内心的喜怒哀乐 说明 她把你当作一个 可以倾诉和倚靠的亲人 她在遇到问题时 会主动寻求你的意见 说明 她尊重你的智慧和经验 她在出门在外时 会关心你的生活和安全 说明她把你当作自己的家人 一样看待 只有权战了这三点 我们就能说一个儿媳 把你当亲妈对待 发自内心对你好了 我们应该珍惜这段奇妙的缘分 当你们同居之后 男朋友还愿意做这八件事 说明你没有找错人 现如今同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同居也成为了检验两个人 是否能共同过日子的一种方式 在另一个方面 同居已经相当于没有契约的婚姻 其与婚姻的差别 就是少了那一纸婚约 少了那一层责任的含义在 当我们与男朋友同居后 要如何才能知道 他们是否值得我们托付一生呢 有这么八件事 第一 在最起初 他们就会约法三章 做好最基本的责任和财产分割 别误会 假如你们男朋友这么做了 这才是对你们的关系负责任的表现 因为大多数男人 在起初同居时 都是太过鲁莽地决定的 对财产问题 只是挥挥手吹道 我养你 但当两个人感情破裂了 却无情地将女孩子赶了出去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表现 即使感情消失了 仁义也还在 爱你的男人会为你做好一切打算 第二 即使你们住在一起了 隐私已经彻底没有了 甚至有些过于亲密了的时候 若你的男朋友 仍然不会把你扔在一边 自己沉默寡言做事 这就说明你没找错人 两个人住在一起 代表着成为了家人 家人往往会成为 我们重要又是若空气的存在 但你们又是爱人 爱人之间不应该忽视对方 他没有忽视你 是给足你安全感的表现 第三 当你来大姨妈了难受 他更加关心你的时候 说明你没找错人 因为层次低男人 往往会因为两个人距离变静 而产生倦怠感 从而减少对女朋友的在乎 若他仍然会在你生理期时 陪着你 用自己温热的掌心 捂着你的肚子 哄你睡觉 那么这个人 一定是个值得托付的对象 第四 当你们同居久了 他却从不为扫地 扫出一堆头发 而表示心烦时 说明他是个非常有耐心和涵养 懂得包容的人 你的选择简直太对了 第五 当你们吵架了 两个人谁也不肯让着谁 他即使生气 也会过了一会就冷静下来 找你和好时 说明这个人是真正的爱你 和心疼你 第六 当你们变得越来越忙 他却还会挤出时间和你约会时 显而易见 他是真的把你带进了他的生活 并且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带给你幸福 你们一定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第七 当你的坏毛病在他面前尽险 他虽然有些生气 却不会对你发怒时 便已经杜绝了他今后家庭暴力的可能 所以你的男朋友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哦 第八 当你们有了巨大分歧 在现实的横跟中 他不会轻易地提出分手 而是选择努力想办法让你们共同跨过这个困难时 你的男朋友一定是你的命中贵人 不仅爱你 还愿意带着你一起成长 一生得此一人足矣 你一定要珍惜他 事实证明 满足了以上八点后 你没有找错人 他就是那个能与你度过剩下的岁月的良人 对一个人最狠的报复 其实是这四个字 很简单 也很解气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人 很多事 有些人给我们帮助 有些人却对我们造成了伤害 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是忍气吞声 毫不反抗 还是资诸必较 有仇就报 实际上 对一个人最狠的报复 也就是这四个字 很简单 却也很解气 那就是 若无其事 一 他伤害你 就是想看你难过 你没必要如他所愿那些伤害你的人 他们最想要的 就是看你难过的样子 你的反应越大 他们就会觉得越有成就感 他们就会觉得 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越成功 可以说 是你的痛苦成就了他们的快乐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你只需要表现的若无其事 那么他们就像是一拳打到棉花里 毫无这利点 即使你的内心很痛苦 你因为他的伤害而感到很沮丧 但是在这些人面前 一定不要让他们看到你狼狈的样子 成年人所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无论自己的背后是多么的一地鸡毛 还是要以一副光鲜的样子走出去面对 那副光鲜的样子就是你的铠甲 可以保护你 让你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 二 你不在意 他们就不会伤害到你什么样的人 会伤我们最深 就是那些我们最在意的人 因为你对他的爱 实际上就是给予了他伤害你的权利 我们不会因为在路上陌生人的一个白眼而难过 但是我们却会因为好朋友的一句玩笑而伤心 因为陌生人对我们来说 他就是一个假以柄 不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好朋友却是我们心底在乎的那个人 所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对于一个伤害你的人来说 你对他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不要去在意他 即使之前对他还有着一些幻想 希望他可以把你当作他重要的人 希望他可以用同样的善意回报你 但是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之后 你也应该醒悟了 这个人但凡有一点在意你 他也不会来伤害你 既然他对你都已经做到绝情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心上 让他继续来伤害你呢 你越是不在意一个人 他的所作所为对你的影响力就会越小 不要想着去报复 因为你想着报复就说明你还在乎他 恶人自有天收 他所做的坏事 最后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报应 三 让自己过得好 其实就是对伤害你的人最好的报复 我们受到了伤害 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只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把伤害转化成一种能量 一种动力 并以此来激励你自己 让自己过得更好 俗话说 不争馒头争口气 既然有人想要看你狼狈的样子 那我们就不能让他如意 我们一定要生活的比之前更好 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报复 如果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我们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是一些感情上的无法被量化的伤害 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种伤害消弭于无形 让自己生活的更好更光鲜 让他看到他的伤害 对我们造不成任何影响 我们反而可以比之前活得更加漂亮 伤害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既给你带来了痛苦 但同时也让你更加的坚强 不要把眼光只放在那些伤害你的人身上 你的人生不是为他们而活 若无其事是最好的报复 过得漂亮是最洒脱的姿态 很漂亮的五句话 度人度己 送给你 一 人生很苦很累 但已无路可退 人活一辈子 有太多的心酸 无法诉说 有太多的眼泪 只能自己擦干 那些无法躲避的伤痛 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只能一一地去面对 生活中的千姿百味 只有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才能感受到人生的真谛 很多事情 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你越是寻求解决的办法 就越越容易陷进去 最终无法自拔 人生 本来就是快乐与苦难并存的 我们会有欣喜若狂的时候 也会有悲伤不已的时候 苦累的生活 就是人生的常态 生活的困难 无法逃避 人生的苦难 无法改变 生命的道路 无法后退 我们也只有不断向前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 不白来一趟 每一个人 都在默默地吞下自己的心酸 在别人的面前 笑脸相迎 却在独处的时候 偷偷抹眼泪 心底的伤痛 无人可说 唯有独自承受 自己度好自己 二 看待一切 就能将心事慢慢放下 人生在世 不过是一边失去一边得到的过程 你若能看开 得到再好的东西 也不欣喜若狂 你若计较 失去再小的东西 也会悲伤不已 人生路上 跪在看淡得失 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 才能活得更加痛快 不在意别人的世俗眼光 才能让自己做人做得更加洒脱 真实地做好自己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去刻意地讨好别人 也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 不强求别人的观点和自己一致 也不为了某些事情而委曲求全自己 怎么开心怎么过 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负责 我们的一生 不过短短三万天 生命中的一些过客 注定无法永久停留在我们的身边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不要悲伤难过 而是应该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前程似紧 一路安好 看待一切 我们就能将自己的心事慢慢放下 生活中 没有过不去的坎 给自己一个微笑 保持淡然豁达的胸襟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纯粹从容 三 生命中的有些人 其实并没那么重要 人生在世 就算你人在好 也会有不喜欢你的人 既然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每一个人都掏心掏肺 过好自己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和我们相遇的人 大多数都只是匆匆而过的过客罢了 能够留下来成为我们知己的人 少之又少 如果我们对每一个人都很在意 那么自己的精力就会被无限的消耗 最后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有的情人 注定和我们有缘无分 有的朋友 终究会分道扬镳 能够相处的时候 就好好相处吧 也许某一天 彼此都不再联系 也会有一份美好的回忆 值得常常怀念 其实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是你对别人好 别人就会对你好的 有时候 你把别人当作知己好友 别人却只把你当作普通熟人 你对他们掏心掏肺 他们也只是把你的秘密 当作消遣的玩笑罢了 所以 生命中的有些人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那些真心对待我们的人 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那些虚情假意 对待我们的人 少一些也无所谓 四 人生苦短 记得给自己找一个快乐的理由 成年人的世界 永远没有容易二字可言 生活中的困难 工作上的压力 人生中的迷茫 我们无法摆脱 只有勇敢承受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成功 我们更加不知道 未来的路是怎样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去面对 难过也是一天 开心也是一天 我们何不开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也许会有些人有些事情 会让自己烦心 但是生活是自己的 如果不自己不让自己开心 那么就没有人会照顾你的情绪了 人生其实很短暂 我们都应该要给自己一个 找到一个快乐的理由 可以是今天完成了某件事情 也可以是今天帮助了某个人 只有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 自己的人生才会过得更加轻松自在 五 日子慢慢过 明天会更好 人生中的每一个日子 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滋味 人生百态 需要自度 苦痛的日子 也许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但是也在磨练着我们的意志 有了痛苦的折磨 才能成就更加强大的自己 当然 人生路上并不是永远都不满荆棘 沿途大多数还是美好的风景的 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 不要忘记看看身边的美景 也许一切正在慢慢的变好 日子慢慢过 痛苦慢慢熬 熬过了悲伤 也就赢得了快乐 我们永远要相信 痛苦只是暂时的 坚持自己的初心 明天将会变得更美好 成辅深的人 会经常将三句话挂在嘴边 让你看不透 一 引言 人生路上 有些人 活得很简单 心思单纯 就像清澈的水 一眼就可以望到底 而有些人 就像墨汁 漆黑一片 无法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成辅深的人 让人看不透 让人觉得他的心思深邃 却又无法掌控 孙子兵法说 兵者 鬼道也 故能而视之不能 用而视之不用 一个人的心思到底是简单 还是有成辅 从说话是可以看出来的 成辅深的人 会经常将三句话挂在嘴边 让你看不透 二 试探你 这件事 你怎么看 成辅深的人 在对一件事拿不定主意时 很喜欢试探别人 查问别人的看法和想法 就像《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出上任 遇到了薛盘的案子 他明知薛盘最大恶极 可牙役中的门子 却暗示他不可重罚 贾雨村说的话冠冕堂皇 不能辜负黄恩 绝不做迅思王法之事 但他还是询问门子 依你看 该如何处理 门子没有心机 说出薛盘绅士 又指点贾雨村应该知道护官服 不要得罪权贵 一心为了贾雨村出主意 可贾雨村顺顺利利 把案子了结之后 就把门子给发配了 城府深的人 会通过试探 不断了解别人的看法 如若别人的想法好 他可能就会利用 会直接套用到自己的身上 为自己获利 冯梦龙说 冯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城府深的人 喜欢试探别人 却从不表明自己的看法 他会综合大家的答案 去思索自己的对错 调整自己的计划 又或者 别人的想法精彩绝伦时 他会将它当成自己的决策 与这样的人交往 说话要格外谨慎 若摸不清他的心思 不可深交 三 你问结果时 我还没想好 城府深的时候 任何时候 不会明确表态 不会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如若 当你问他对一件事的看法和结果时 他一般回答 都是 我还没想好 城府深的人 善于不断地权衡利弊 分析局势 对他而言 没有人可以完全地相信 就算笃定了要做什么 也不会轻易地说出来 在生活中 很多事都是瞬息万变 城府深的人 喜欢审视夺势 找到更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立场 从来不给别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让人不知道他的立场 喜好 不知道他到底是敌室友 或许 他上一刻还支持甲方 下一刻 乙方占了上风 就会转而投在乙方门下 与这样的人相处 很容易会被算计 城府深的人 会随机应变 让人捉摸不透 让人看不到 他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四 产生矛盾时 没事 你看着办 人与人之间 总是会产生矛盾 产生冲突 汉后 直接的人 总是会积极表明自己的态度 去修复彼此之间的感情 而 城府深的人 他的行动总是克制的 当你损害了他的利益 或者做错了事 他嘴上说 没事 你看着办 看似对你很宽容 其实 就是踢皮球 你不要指望他给出确切的行动方案 他也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事情处理得好 他会说自己把权力下放 有他的支持 才会有如此圆满的结果 如若 你处理得不好 他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你 还会做事后诸葛亮 若当初是他接手 绝对不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 遇到棘手的事情 两个人的意见产生分歧 他不主动去解决问题 而是把主动权交给对方 遇到这种城府深的人 要谨慎相处 冬夜归吾在白夜行中写道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城府太深的人 很难看出他的人品 太相信他 在关键时刻 很有可能被他出卖 与城府深的人交往 要做到谨慎 有些城府不是坏事 可对谁都不信任 不能敞开心扉 就不要与之深交 身边有这样的人 可以多考察 不要太快与之交底 若发现他人品不好的端倪 要及时收手 适当远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